今天的社会 英国他们比我所说的好 解决现在全世界社会问题 只有中国恐懵学术 跟大政府发 英国人讲的 讲的非常有道理 父子之道 忠书而已 今天要用这两个词来解决问题 忠是真心 书是不要再计较了 沉思不说了 随死不计 既往不咎 无论做什么大的罪业 一笔够小 不要再去追问了 保持社会的和谐 保持人心的安定 好好地把老祖宗的东西找回来 好好学习 这才能解决问题 制度 中国自古以来不重视制度 制度贵自然是重要 但是它不是第一重要 第一重要是得险 人的得险 要把人 教成圣人 贤人 君子 这些人如果从政 他都是好人 肯定是为人民造福的 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的 他要不是圣人 自私自利 贪赃忘法 什么制度都没用处 所以制度不是第一了 古人讲得很好 法 法就是制度 国家的法律 制之端也 是制国很重要的 但是 得其人之存 真正是个好人 这个制度 他能推行 如果不得其人 则忘 制度是假的 不是真的 那么今天 人都坏了 所以什么制度都没用啊 如何把人教好 这才是真的 有很多人在我面前 机场要改革 我不认识 十几年前 我在新加坡 眼胚发肆 有一天请我吃饭 吃饭的时候 他问我 他进口发肆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请你吃饭 我说我不知道 我没神通 他说我有一种事情 要请教你 我说不敢当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不敢当 我说什么事情 他说你是赞成民主啊 还是赞成君主 我说我赞成君主 不赞成民主 所以你这个脑筋怎么说 丑万顾啊 你退化了 我说我没退化 我说中国 现在是民主制度 现在是民主制度 古时候是君主制度 我觉得君主制度比民主制度好 那好在哪里呢 好在那个帝王啊 认真培养下一代 这不是假的 古时候 帝王爷登基 就是旧职 帝庄大师 立太子 替太子 秦老师 太师 太保 太父 这三个老师 是全国最有学问 最有德行的 三个老师 太保 管什么呢 用现在就讲 保健的教育 你的饮食 起居 身体健康 保卫着 太保管这个 管你身心健康 太父 管道德 伦理道德 教你伦理道德 太师 教导你 治过的那些理论 理念方法 三个老师 叫三思 除了三思之外 还有三个少师 少保 少夫 少师 这三个人干什么 这三个人阶级都是 大夫 就是现在正部级的阶级 跟太子 生活在一起 那就是教练的 老师教的 要做到啊 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那么文无博观里面 子弟优秀的 选出来陪图 就是下面有朝廷 所以他死了之后 这接班人的时候 顺利成长 一点都不乱 民主没有啊 民主选出来 没有统一的理念 真的是比不上 所以我赞成 孙中泉先生 我说他的想法不错 古时候 是一个家族 治理国家 家天下 你现在的时候 建立一个政党 代替这个家天下 代替一家 这个方法好 而且我赞成 一党专政 我赞成的是 党 孙中泉现在的事策 最大的事策 是没有把传统 选举制度啊 掌握住 从前国家 任用的这些官员 是选出来的 这是汉武帝时候 定的制度 学校里 地方官员 私访 去打听 拉家小孩 小生父 孝子就是忠臣 他就会忠于国家 连一节就不贪污 就这两个字 选择这样的人 选出来之后 国家来培养他 等于说官公费 他的生活国家给 他无后顾之忧 好好的读书 学而又在诗 参加考试 这个考试 也是三个等级 像近似 举人 修材 那三个等级 那么国家 凭你考试 才任用 所以这个国家 几千年 他不败 他有很多好的方法 所以 这个 孙中山先生 建立了政党了 党员入党的资格 就没有用笑脸 如果用笑脸 他成功了 如果是用笑脸 把中国传统文化 浮现 今天中国不是这样子了 世界地也大哭 领导全世界 所以你就晓得 传统教育 多么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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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